百科 咸语辣 闪电 石头上有白色粉末 这是盐 怎么会有人在这儿撒盐 皮皮 这可不是人撒的 而是大海留下的 盐分溶解在海水里 所以海水是咸咸的 在涨潮时 它会灌进石头的凹槽中 水筛干后没法融化盐了 盐就被流下了 那我们吃的盐 就是从海水里来的吧 也不全是 不止海水 盐湖水 井水和盐矿 也能提取出盐 在中国 过去以海水之盐为主 现在则以井矿之盐为主 皮皮 食物园内就有海盐制作基地 哇 我们去看看吧 好 好大的场地呀 看 叔叔在那潮 什么是那潮啊 这是制研的第一步工作 为的就是趁着掌潮收集海水 海水都灌进去了 海水都灌进去了 防池子都被灌满了 嗯 这些是制卤池 经过风吹日晒 海水中的水分减少 会被灌入下一排池子 最后就形成盐分含量很高的卤水了 卤水 哦 是之前做豆腐用的奇妙水 哦 没错 就是它 哇 这么多卤水 能做出多少块豆腐啊 呵呵 这些卤水可要用来制盐呢 哦 跟我来 嗯 看 卤水会被灌入结晶池进行晾晒 瞧 那些闪亮的颗粒 就是卤水蒸发之后结成的盐 嗯 盐都结成一片片的了 亮亮的 好像水晶啊 怪不得叫结晶池 对 工作人员没两小时 还会用耙子 把结成片的盐打散 让盐变得更细腻 完成结晶的盐 就可以收起来了 哦 我也要帮忙 收盐喽 收好的盐 真像个小雪堆呀 啊 只是跟我们平时吃的盐 不太一样 嗯 这些是粗盐 还要进一步加工 才能跟平时吃的盐一样 怎么加工啊 粗盐首先要经过洗鼻 洗干净后再脱水 然后烘干 最后还要过一次筛 这样精致盐就完成了 嘿 哈哈 盐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 能为我们提供必须的矿物质 维持体内水分均衡 把海水制成卤水 再晒干结晶 就能制成海盐啦 盐的来源有哪些 请把它们都选出来吧 盐分含量很高的海水 经过晾晒 形成亮晶晶的白色盐颗粒 这个过程叫做什么 选一选吧 结晶 纳潮 智鲁 请把合适的工具 拖到工人手中 帮助他把结成一片的盐 分离开 变得更细腻吧 准备开饭啦 匹匹匹啊 你去拿胡椒 我来拿碗筷 好 哪个是胡椒呢 哪个是胡椒呢 不管啦 都拿过去再说 这不是胡椒 这不是胡椒 是花椒 他们长得很像呢 确实很像 不过 不过 它们的植树 可长得不一样 花椒果是一颗颗 接在树上的 而胡椒果则 长在藤上 瞧 胡椒果 没成熟的时候 是青色的 长熟了 就变成红色的了 这两瓶 是我们需要的胡椒 这瓶是黑胡椒 这瓶是白胡椒 胡椒的果实 不是红色和青色的吗 怎么还有黑色和白色的 其实 黑白胡椒 就是青色和红色的 胡椒果加工而来的 青色的胡椒果 经过处理后晾扇 就形成了黑胡椒 而红色的胡椒果 去皮后再晒干 就会加工成白胡椒 它们的味道也不同 黑胡椒味道浓郁 适合和肉类搭配 去除腥味 被广泛用于西餐 白胡椒相对柔和和清香 更适合做中餐 我记得 胡椒是经过丝绸之路 传来中国的 没错 胡椒传入中国的土意时期 还传入了古罗马 被罗马人称为黑色黄金 一颗胡椒等于一枚金币呢 所以在当时 胡椒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只有贵族吃得起 加了胡椒的汤 味道变得辣辣的 皮皮 皮皮 你知道吗 辣其实不是味觉 而是一种痛感 就拿辣椒来说 它含有辣椒素 能够刺激细胞 带来一种灼烧的刺痛感 麻和辣一样 也不是味觉 而是一种震感 比如花椒 它含有的花椒麻素 会让舌头发生震动 给人带来一种麻痒的感觉 这可太神奇了 没成熟的青色胡椒 能加工成黑胡椒 而成熟的红色胡椒 可以去皮 加工成白胡椒 花椒接在树上 而胡椒接在藤上 请把花椒和胡椒 拖到正确的位置上吧 黑胡椒和白胡椒 是由不同生长阶段的 胡椒果加工而来的 请将黑胡椒 白胡椒 和它们的原材料 连起来吧 我们吃辣椒时感受到的辣 实际上不是味觉 而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选一选吧 震感 碰觉 辣味 快来看看今天的食物观察日记 咸咸的海水是盐的重要来源 制作方法可不简单 首先要收集海水 将其制成卤水 再把卤水引到结晶池里亮晒 晒好的粗盐要分堆收取 最后加工一下 就变成精致盐了 青色的胡椒果 可以被加工成味道浓郁的黑胡椒 红色的胡椒果 则可以被加工成相对清香的白胡椒 辣椒和胡椒一样 也能让人觉得辣辣的 但是辣味不是一种味觉 而是一种感觉 盐和胡椒都是很重要的调味品呢 小朋友快看看这些调味品 都用在生活中哪些美食里吧 海水制成粗盐 主要经过哪丝步呢 拖动图片排列出正确的步骤吧 海水经过纳潮 制卤 结晶 收盐 制成粗盐 再进一步处理 就得到我们平时吃的食用经验了 拖动右边的调味料 将其用在对应的食物上吧 黑胡椒广泛用于稀残 白胡椒更适合中残 器电 编定 编号 速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